市長 這邊我想問市長 還記不記得美和市的案子 我想這是五大弊案之一 市長還記得嗎 知道 美和市的弊案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當時台北市捷運局用機關用地的民意徵收 但是卻拿來蓋豪宅 市長你覺得這有違反公平正義的問題嗎 對 是沒錯 那目前台北市有沒有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好像在大法官會出現以後全部都擋住了 應該都擋住了嗎 好來市長你知道這邊是哪裡 北流 那市長你知道我們的北流蓋在什麼用地上面嗎 不知道 來下一張 台北市流行音樂中心目前是蓋在公園用地上面 我們北流這麼大的建築體是蓋在公園上面 當時市政府用重化的名義來跟這邊的地主說 我們這邊要進行重化 這邊未來會做公園來做規劃 那因為呢 如果是用做公園的規劃的話 地主要相對的來分攤這個公共建設 所以基本上不用付任何一毛 市府不用付任何一毛錢 但是我們卻在公園上面做什麼 我們卻在公園上面蓋流行音樂中心 市長這裡原本我們要做的是公園耶 市長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現在才知道 好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是這樣 我來告訴你 來下一張 南流 這是高雄的 現在改名叫做這個高流 高雄音樂中心 他們的土地使用分區是什麼 他們的使用分區是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啊 市長 有沒有看到最下面 第三點 有 那為什麼我們的北流會蓋在公園用地上面 市長我們美和市 台北市政府已經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弊案了 為什麼我們在北流這麼重大的建設上面 卻又同樣的事情一再的發生呢 市長請你回答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 我來的時候已經在改的時候不知道 市長所以你不知道 我們的北流是蓋在公園用地上面嗎 不知道 都市計畫公園用地 依照多目標使用辦法 是可以做平面跟立體的使用 市長 我先問一個問題 北流會不會營業會不會賺錢 會不會營業會不會賺錢 會不會營業會不會賺錢 就是它是不是商業用途嘛 它一定有收費的 對嘛 所以那豪宅呢 豪宅同樣的也是賣給別人建商賺錢 錢賺走了對不對 豪宅是市長賣給別人 來市長我跟你講 這兩個都是這兩個是案子 一曲同工之妙 就是台北市政府要準備規劃用地的時候 都用其他的名義 挂羊头卖狗肉跟当地的地主谈 台北市民在这样子一个 没有受到信赖原则保护的之下 大家怎么知道今天我市府 市政府来跟我谈我的土地要怎么使用 结果市政府把原本要盖捷运的用地 拿去盖豪宅 把原本要做公园规划的 拿去盖流行音乐中心 我原本以为我的土地会是很大的绿地 有很多游乐设施小朋友可以来享受 结果是拿来盖北流 市长你觉得这样符合公平正义吗 这个政府不会犯法 市长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现在的公园用地都什么使用的 时间暂停公园处 公务局长 我们的公园用地现在都怎么使用 公园用地的用途有很多种 包括这个多目标的使用都是符合法规的规定 市长我们愿不愿意把这块地 重新做土地使用分区的变更 否则当时我们用公园用地跟这些地主谈 结果现在盖了这个北流音乐中心 问题是都已经盖好了 那当时的问题愿不愿意解决吗 市长愿不愿意承诺我回去检讨这中间 市府是不是有疏失 市长愿不愿意检讨 我们回去在法律上问题再检查一遍可以 好那市长我希望你之后可以就这一题来给我做答复 那接下来市长我想问 市长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妮妮的红长顾的故事 市长你又忘记了 我们之前预分议员在咨询的时候有问过 性贫教育很重要 最近大家也都在讲红色口罩这件事情 不因任何的性别而有任何的受到不同的待遇 那市长我问一件事情 中央政府说彩虹妈妈现在没有办法进去学校来进行教师进修的课程 那市长愿不愿意在这边承诺说 让彩虹妈妈的这些志工不要进入校园 不要再让我们的下一代受到这些彩虹妈妈 他们有具有这个性别强烈性别意识 性别不平等的意识的教材在校园继续使用 市长愿不愿意承诺 禁止彩虹妈妈志工进入校园 中央有命令 市长 等一下我搞不清楚 现在是中央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是不是我们还是用 我们学校的性贫会跟客客客 市长我们应该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不是都每次等到了家长来跟我们检举 来跟我们通报 说学校发生这样子性别不平等的教材的状况 我们才来处理 市长你可不可以回去言你 我们有更积极的作为 让这些彩虹妈妈不要再进到校园 好 第八组咨询结束 这些彩虹妈妈不可以回去言你